巴拉的一个问题 第一我可能会跟我们听众朋友 稍微调调就是说 这陈子有好的证据 如果水是刺得不利的时候 有可能筋已经受伤 就是说筋的肚子就有可能受伤 所以第一就是先看看 是不是有一个受伤 一般来说 通常是要逐少日的 就是说是不是水分 这个水下不利 这很好看的 会接水不接水就知道 你如果水有稍微去嘟到水 又嘟到这个隔温 这不用说 心味就炒会打起 如果这种情形 你也不用烦恼 你不要插入它 它就会回起来 这个就没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要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 这个部分就是说没堵水 没去堵水 但是它同样 也是这个鸡尾都会打起 这就是我们在说的这个鸡骨铭 脂枯病 它不是只会打鸡尾 你要看它这个效果神迹的 就会翻软 会较轻较软 就很容易发生 这有时候是因为鸡尾 顺过头冠 其实这也是去想到 筋就是说 你漏的这个鸡尾不是很少 白水跟水感较多 没堵到水 我们第一个说的是 水都刺不下去 这是没堵到水 它只会比较淡 较淡 较多 在头上里面有可能就三成这个 因为没空气 较没空气 三成这个阿摩尼亚 有可能就是这种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 就较複雜了 还有一种是这个砂糖 这个砂糖 会让鸡尾搭去 砂糖的这个部分 你会可以去看 这通常就是说 筋稍微找一张 稍微把它偏看看 看有稍微有一个 白色的这个部分 我们通常就会很容易 来把它这个看到 稍微有这样 结瘦结瘦 这种筋不平 出人的筋要顺顺 它不是要弯弯绞绞 正正歪歪 如果是这种情形 这就很有可能 是这个根流现种 砂糖的一个危害 其实这个芭蕾 砂糖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对砂糖来说 就是长期的这个抗战 一般来说 一国一遍 一国一遍 现在大概就是说 目前我们把它刺起 当然有的说 用这个万寿局 什么这都效果都不错 你都可以去做 但是我是觉得说 你可以把他抗一遍了 这个 比如说有的用 这种 这个 这个 雅壳树 蟹壳粉 这种太阳麻 万寿菊 孔雀巢 正常 说到这里 这都有一定的效果 这些都是有效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像这次 这比较厉重 因为高温 要来有水气 高温有水 这个通气 如果不堵水的这个地方 就很容易要砂糖 会堵水的地方 就像堵水 它就出现这种心味的问题 所以如果是会堵水的这个地方 你就用维他命 做处理 不要快去堵到 那最简单的处理 就处理掉 但是酸糖就是一种 我们说 我会没堵水 没堵水就是这个酸糖的这个问题 机会很大 我们就是要做长期的抗战 刚才说的 这种 几种的这个方法 这都可以 有的人说 放一些皮膜 放一些什么 都没问题 但是你就是 是不能灌这个全脂的这个牛奶 这个途中里面 油脂的 较多 酸糖就较厌重 放豆河 豆河没问题 不要放太多 但是你如果是 放这种全脂的这个豆粉 全这豆粉 人家在做铁条那种 我会吃较好的 那油脂较多 肉脂也较容易就较酸 油脂这 酸糖就较厌重 所以你要稍微 如果是说 现在感觉 有像你说的 这个心味稍微 搭搭 而且你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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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发油较不良 有这种的 一个 有当时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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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看得出来 我们说的一个参糖的这个油 我们选择补一点什么东西 补一点这个参糖油 参糖油并说欧三面什么这都可以 现在新的研究里面是发现 利用这个皮蛋 皮蛋粒加这个阿爸丁 这都不是金油 所以你肚子要把它押一下 这个效果不错 去看看 不然真的变得不软 算是效果比较好一点 但是它是把它押掉 押掉它也没办法 你说我要把参糖押掉 不要这样想 它不是我们的大生死 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 控制掉不要压重 这样就好了 有当时这个参糖压重的时候 你表现出来像缺米缺氧缺银 缺铁这种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参糖的一个危害 这种参糖开始呢 它就很容易丢参 因为它脏心越来越不用 所以你参糖要把它押 你现在把它押押一周 差不多三四周 再一次 一周一周 一周一周 三周应该 这些芭蕾就押了 它就押了 它软人就过了 三五月了 软人就过了 软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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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比较压重了 它就 芭蕾就在冠人那时候 就押到一个效果 一般来说 是芭蕾 我们在押参糖大概给水 比如说四五月了 那时候有开始有这个 梅雨季节的时候 温度开始在飞升 还有水分 那时候就会用一次 如果每当一年差不多三遍 因为这样就有办法押掉 你五六月那时候 用效果更好 因为是怎么说 因为那时候 刚开始密度要高起来 我们就把它押下去 他现在又要站起来 我们又要押下去 他再来那个速度就慢了 不然你现在 如果他很严重的 把它押下去 他的声音很软 你押他押不掉 所以这大概是这个方式 跟目前跟判断起来 我们听着朋友说的 这种方式 应该是判断比较严重 在芭蕾里面有两种 其实台湾 我们台湾看到 都差不多两种的判断 一种是根流县重 筋的这样 症症歪歪 有一种叫做根府县重 它在筋的这个所在 它的筋 我们把它押开的时候 那筋 揉起来都很丢头的 那种通常是根府县重 还是把它押一下 那筋的那种 押下去就打皮去 那种可能就是根府县重 这两种县重 都有 所以你看那筋 一般通常是 都会结瘤 生态生看到结瘤 但是 如果是看到 只看到打皮的 这个机会很少 但是有时候 不是说我没有结瘤 但是那些筋没有白毛 稍微押一下 就会打皮 那也是这个根府县重 筋腐 有的说根府县 那也是一种刷糖 根府刷糖 根府县重 所以你 这个刷糖 稍微去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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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种 很容易 因为刷糖加下去 那些押水 那些押水 那些押水就没什么好 所以立高县 就从那里来 所以你今年 如果没有把这个 刷糖的部分 押一下 好使 这白毛不超过三年 就会押去 你今年如果厌重 又没有押一下 那些年 这个立高县就慢慢来 那立高县来的时候 再两年 就差不多 巴拉大概就 都毁掉了 所以要继续 现在要没有立高县 那我们尽量 在这个时间里面 先把这个刷糖 来押一下 好使 这个大概 就可以把这个部分 押一下 还有一个很重要 这个地方 就是说 这些押水 一分多六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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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多多 多去减到 一分多六公斤 一分多六公斤的一个 这些人 跟你我们部部 去押一下 因为装巴拉的地方 多少都下水好 那下水不好的地方 巴拉装不漂亮 所以 这个部分 我们好朋友 先了解一下 这样 这些问题 应该 暂时可以复掉 有的 以前我们装一张巴拉 正在厨房 那种的 大家可能像阿婆 这种年纪 都会有 这种 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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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黑白发 橫头橫尾 有的在水高边 都黑白发 因为吃吃了 我们下去 要发出来 发出来 我们就能够吃 那种芯菜 都不好吃 当然 现在这完全是 天到地上 这些差别 这些是 不比较 但是那时候 芯菜都没得到 因为 正一半 都整个厨房 你看到 像我小孩 国秀 那种芯菜 水高边 那种芯菜 你看到那种 多年了 但用芯菜 吃起来 咸肉也没差 反正那些 其实那种芯菜 你把它 不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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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一骗 跟芯菜 芯菜 你如果是 冲烧茶 就沾整瓶下去 那种茶 不太乱 其实 现在证实 芯菜对糖尿病 真的是有正面的效果 这是一个 很好的水高 所以 芯菜 如果是 这不是老王 卖瓜自卖自夸 老实说 你若是要保肥 不是去吃樱桃 不是说樱桃水高不好 这我们听众朋友 要听清楚 就是说 你若是偏偏要保肥 要花10块来保肥的时候 花10块去买芯菜 花10块去买芯菜 花10块去买樱桃 因为 那些肥菜可能差 一百肥的一个效果 偏偏要花10块 这样 有的说 这些芯菜 若人芯菜更难吃 但是 你要想到 就说 我们这些芯菜 他们在那里说 这个东西不好吃 它大概很营养 这样 其实芯菜真的很营养 尤其 软人的芯菜 微他命C含量特高 特高 所以 吃起来可能没那么甜 但是是这些 这些芯菜 你要想说 吃了会 小姐的变 变得漂亮 因为这微他命C 你要每次说 你皮肤很好 我都会说 因为我爱吃两种东西 应该说三种 若人的时候 我爱吃芯菜 我爱吃香蕉 还有一些人 如果有酸 我爱吃芯菜 所以这些东西 你看看 都是质跟 维他命C含量 很高的一个水果 当然是阿姆 生的 这有时候 这种东西 是一个 番石榴 芯菜是一个 很好的水果 要把芯菜 不然整档 现在芯菜 有的都种不久 这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多 就是